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是2月29号 必须要强调一下四年才会轮一次 很难得也很特别 相信大家都很想记录 今天一整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先从天气的部分 带大家来了解 今天的天气几个重点提醒 主要是跟昨天一样 都是温暖舒适的天气形态 只不过有浓雾的情况会阻碍了视线 气象鼠发布了农物特报 目前桃园地区的能见度不到200公尺 另外新竹 基隆这两个地方的能见度 也比较低一点 还有就是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 北台湾以及花东地区要变天了 转为下雨的天气 花东地区甚至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至于明天的天气 变化就会比较全面性 全台转湿冷 一直持续到星期天 除了关心天气上的变化 还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国内的麻疹疫情 因为机关署在昨天宣布 国内出现了麻疹的群聚事件 怎么发生的呢 这是因为今年首例的麻疹个案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 传染给一名医护人员 这名医护是一位34岁的男性 家住在新北市的中河地区 机关署现在也进一步公布他的活动足迹 这一名个案在可以传染期间 2月22号下午的3点到5点 到访过桃园机场的 二航夏美食街用餐 2月25号晚上的9点45分到10点半 则是在新北中河一间米粉汤餐厅里头吃饭 特别提醒这两个时段 曾经到访过的民众要进行健康监测18天 我们就来听听机关署针对麻疹群聚事件的最新说明 那他是在2月12号 曾经有在医院接触过 照顾过这个我们上周2月19号 曾经公布的本土麻疹首例 所以是有跟我们麻疹确定病例 有在医院工作当中曾经接触过 那在这个2月19号工作接触 被我们匡列为这个接触者之后呢 他在2月24号开始有出现头晕的症状 那之后在2月26号又发生了咳嗽跟这个初红疹的症状 那有2月27号医院这个通报确诊 那这就是我们今年本土的这个算是首例的麻疹群聚的事件 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个医护人员他的一些工作 还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接触者呢 已经匡列了306位 那这306位最晚需要监测到3月15号 好 再来是跟看病有关系 加油喜事台北慈激医院从明天3月1号起 升格为医学中心 同步还有新北市的双核医院 新竹的台大分院 也在这一波升格为医学中心的名单当中 那么民众会进一步思考升级之后看病变贵了吗 透过下面这张图表要带大家来了解 其实门诊急诊的挂号费金额不变 但是民众要多付部分负担的费用 门诊会增加180块钱 急诊增加300到350块钱不等 不过这一个部分负担是医院帮健保署代收 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呼吁小病还是先到住家附近的诊所来看病 再由诊所的医师进一步判断需不需要到大医院转诊 继续把镜头转到缅甸的博固省 去年在博固省10月发生了大雨城灾 当地的慈济之工启动了勘灾关怀的计划 而到了今年这个月初农民因为要复根 志工准备了肥料 希望能够帮助农民减轻一些负担 划船向前行 所经之地其实都是稻田 2023年10月大雨丰沛 博固省淹水持续一个月 农民的水到受损没有收成 2024年要重新耕耘 经济更拮据的状况下 慈济之工准备了肥料 每英姆一带50公斤做规划 来到了博固省郭市 我从大姆里的时候 我一直考虑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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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住在这儿 我一直考虑驰上 从大姆里的时候 我一直考虑驰上 十分多zem 志工分別在兩個村莊 借用寺廟為發放場地 村民們認識慈濟之外 也瞭解米鋪滿 是從緬甸農民擴大帶動 扛起的每一包肥料 都是小小的膳累積而來 祝福新一年收成豐富 也能循環更多互助的愛 大愛新聞黃路發 郭威揚 陳永廷 緬甸報導 還有在加拿大 溫哥華的慈濟之工 每個月固定會前往 阿卡迪亞食物銀行 發放物資給需要的民眾 新鮮蔬果 還有各式各樣的食物和乾糧 這天是溫哥華慈濟之工 固定參與食物銀行 發放物資的日子 恰逢華人春節 只共貼心準備了 熱食的蔬食饗宴 有些人他可能不太能夠 接受亞洲的食物 可是他竟然能夠接受素食 而且他很驚訝說素食那麼好吃 像我認識一個媽媽 他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吃素食 然後他也是很喜歡我們的春捲 還有炒飯 還有蘿蔔糕 希望藉由這些活動 能夠把上人的這些 關心所有人的這些善念 這些愛能夠傳播給他們 能夠破一個種子在他們的心裡面 未來他們學校畢業了 也可以來幫忙人家 阿卡迪亞食物銀行服務的對象 來自世界各地 他們多數是在UBC 就讀碩士班和博士班的進修人士 雖有獎學金補助 但疫情後的通貨膨脹 讓原本食物銀行資助的家庭數 增加了六倍 逐漸他們生活得捉襟見肘 我非常幸好我正在這裡 這是我的第一次在這裡 看到中國禮拜的禮拜 所以我已經變得很熟悉 跟中國禮拜的禮拜 那是很好的文化 你會有很棒的食物 我非常享受到這裡 謝謝各位 非常感謝 佛陀佛傳統是 嘗試發揮旋律和平衡的寶寶 很美觀看這種美麗的活動 如果有很多人 都會帶來這種敬意 為贊助和幫助別人 所以世界會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志工除了陪伴他們 享受中式的節慶料理 也分享精神滋糧 禁思語 期盼愛的種子 在這一群高知識分子的 新田萌芽未來略映成林 大愛新聞 這是美之工 尤德昆 翁淑儒 加拿大報導 四年才有一次的2月29號 慈濟的膳足機同樣堅定前行 歷史今天的單元 要帶大家回溯到2008年 玻利維亞的水患鎮災行動 不只發放物資 還舉辦了疫診服務 另外在2020年的2月29號 紐約舉辦了禁止塑膠袋使用 當地的慈濟人也參與了宣導活動 請大家多用環保袋 2020年2月29號 美國紐約禁塑令宣導 應該開始自己要帶環保袋了 實際在紐約就一直在跟各個超市 在做宣導 在做溝通 這一年的3月1號起 紐約州實施禁塑令 店家不再免費提供塑膠袋 我覺得滿好的 是啊 這塑膠袋泛濫得太嚴重了 但是很多東西浪費掉了 對這個大紀元的生態不好 紐約州年使用約231個塑膠袋 已經難以回收 嚴重影響生態 2020年2月29號 台灣宋愛一家親 實業家和志工 在新冠疫情期間 送上油金絲金社法師 首座薑黃粉 守護環保志工健康 有一個環保站 我們各同一起來發動 我們這波的戰心 五十二處環保站 共計送出六萬四千零六十七罐 首座薑黃粉 傳遞溫暖 照護草根菩薩 2008年2月29號 新加坡知名的英格醫院 舉辦環保感恩會 邀請志工參與帶動分享 因為在慈濟的協助下 一年內為院方審下 約66萬台幣的垃圾處理費 新加坡的慈濟人在推動環保 那樣的分裂 那樣的認真 那樣的感動 志工每週固定到醫院 載運回收物 除落實醫院環保外 與院方交流慈善醫療合作 由慈濟補助醫療費用 協助無國籍弱勢 純惡劣孩童手術 可以看到阿丹真的是 整個人不一樣了 2008年2月29號 玻利維亞水患 豪雨沈災 河水暴漲 道路中斷 53人死亡 上千萬人無家可歸 此地志工本日前往聖塔庫魯茲省 刮拉幼發放物資 2月27號 首播近百位來自美國 巴拉圭 阿根廷及玻利維亞 四國志工 在闖龍口帳篷區發放 27、29號兩天圓滿震災發放 此即共援助2780份物資 任醫會同步從27號起連續三天 在聖塔庫魯茲法國醫院一診 運用醫院設備共開30台刀 幫助27位病患 解決膳氣及膽結石 我現在是醫學院的學生 在我要發院 我要發院做一個外科醫生 跟瓷濟醫生一樣 感恩護沒有辦法出來 就是一個433夫 順便帶來領他們東西 物資發放緩解水患困境 一診服務解除病苦 同步追蹤災後貧困居民 啟動長期援助關懷 今天的早安瓷濟情 要帶大家認識台中一群瓷濟志工 以及社區民眾 組成了一個親子故事屋劇團 30位的素人自編自導自演非常厲害 透過演出要傳遞美善能量 現在我們就透過連線 請記者郭苑玲 以及歐陽光輝來告訴大家 苑玲請說 是主播 大家早安 全球觀眾大家好 在我身邊這一位是禁故事 禁親子故事屋的創辦人 李璧蘭師姐 主播全球慈濟的家人 大家好 大家早 哇 精神特別的好 那麼首先呢 想向師姐請教的是呢 我知道這個禁親子故事屋劇團呢 從2022年的10月份 演出了第一場 到現在已經有七場這麼多了 七個場次包含了禁思堂 長召劇典或者是校園 都有你們愛的足跡 那麼呢 這麼多的好的劇本 這麼多的故事 很多都是您自編自導自演 自己去改編的 我們就從最近的一部 阿賢的生命故事 這一部來聊起 這一部戲 您想傳達的是什麼樣的想法呢 好的 阿賢的生命故事呢 是在講述一位十幾歲的年輕男孩 離開家鄉到異地去工作 那遇到了很多不順遂的事情 那生命走到事實出頭的時候呢 他突然知道自己生病了 癌磨了 那最後在生命 他生命的最後一里路呢 他內在有一個遺憾 那個遺憾就是二十年來 他都沒有回家去看他的媽媽 他想要回家 然後跟他媽媽見個面這樣 那慈濟人就在這個時候呢 介入幫助他圓滿這個遺憾 那看完這個故事 我們就有一位阿嬤看完這個故事之後啊 就哭著跟我們分享說 在他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 他爸爸離開人世的時候 他沒有機會 沒有看到他爸爸的最後一面 沒有把對爸爸的愛跟感恩呢 說出口 所以現在呢 他爸爸 謝謝 對不起 我愛你 請你原諒我呢 都掛在嘴上 隨時有機會就說出來這樣 所以看完這齣戲呢 其實很容易讓我們反思 去盤點我們的生命 我們在我們的生命 有什麼樣的遺憾 然後能夠在我們生命有活力的時候 然後可以怎麼樣加深加廣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的生命更有意義 把我們的人生的遺憾呢 把它圓滿 是 非常認同 我們真的要把握分秒 勇敢的去向家人說愛 我們知道呢 在這個劇團裡面呢 組成的成員是包含了慈禧之工 還有社區的民眾 加起來大概是30多個人 大家都非常的有熱忱 因為大家都是從這個零經驗開始學的 那麼我們也知道呢 你們除了演出戲劇之外呢 其實呢這個服務的範圍非常的多元 也包含會讀繪本故事舉辦親子活動 對嗎 對 我們的進親子故事屋呢 提中兩種不同的服務 第一個就是說繪本故事 另外一個呢 就是把繪本故事或是生命故事呢 改編成戲劇 讓就是故事的情節 我們走進去主角的一個生命的困境 然後學習主角怎麼去應對我們的生命的困難 從而呢穿越困難 那情緒呢可以得到一個宣洩 進化自己 進而增加我們內在的力量 使我們的生命呢更有韌性 那最近譬如說最近我們就舉辦了一個慶元宵 讓來的民眾呢能夠去體會我們 為什麼這個元宵姐是在正月十五 為什麼元宵姐要吃湯圓要提燈籠 那甚至於呢在這個過程呢 也讓會眾民眾呢去體驗 搓湯圓然後做燈籠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那來的會眾啊爸爸啊有位爸爸說 這樣子的一個親子互動呢他感覺非常好 還有另外一個爸爸說他活到五十歲 他都不知道呢原來元宵姐的由來是這樣子的啊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這樣一個體驗呢讓我們的民眾呢 能夠有一個文化的傳承到我們的下一代來 是真的非常棒想的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同來參與 最後再跟您請教的是這些志工當中聽說 還有祖孫黨婆婆媽媽們非常的組成的成員非常的多元 他們都是不辭辛勞大家非常的貢獻熱情對嗎 對我覺得真的很感恩我們進親子故事屋屋的戲劇團隊 每個人都有家業置業事業要忙碌 那可是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就是說想要在故事屋創造一個親子互動的一個平台 讓我們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帶著孩子來到我們故事屋呢 不但能夠參與我們的活動 而且還可以跟孩子有一個很專注很有品質的一個陪伴 那在這個過程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說 全球暖化這個戲劇呢我們有45分鐘這麼長 那需要比較多的演員 那就有爸爸來參加之後呢又帶著他的太太 帶著他的女兒或者是媽媽帶著他的兒子 或者是阿嬤呢帶著他的孫子 一起來投入這樣子 那不斷凝聚家裡親子的一個凝聚力 也把我們的劇團的一個凝聚力呢把它形作更更更更堅固這樣 是不只是改編真人真事的生命故事 那麼同時呢他們也再次的創造自己的生命價值 志工們發揮良能也帶動社區的民眾一起來參與 那麼我們期待淨親子故事屋劇團 可以推出更多進化人性的作品 好 這是現場的情形 把鏡頭交往給彭磊主播 好的 謝謝小玲 這個碧蘭師姐打招呼的方式 真的是把我們兩位都比下去了 非常感恩兩位 但我們了解到台中有這麼一群素人 在推廣這個親子關係還有文化傳承上很用心 感恩 感恩碧蘭師姐以及小玲 感恩 好的 那麼其他的新聞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慈濟北區仁衣會 以及台北慈苑的團隊 昨天在關渡禁司堂有一場聯誼活動 還為仁衣會的新成員舉辦了獸袍儀式 慈濟北區仁衣會以及台北慈苑團隊 來到關渡禁司堂進行青春團拜 活動上看到醫師卸下工作後難得的另一面 今天來的醫師有來自慈濟醫療體系 或者其他醫療院所 為了讓大家更好深入慈濟 透過影片了解上人辦台北慈濟醫院的初衷 慈濟醫療 慈濟醫療它含了就是它有一個獨特的文化 就是我們的慈濟人文 那它會更多於關懷的這一個部分 還有為仁衣會的新人舉辦獸袍儀式 拿到仁衣會專屬醫師 象徵醫者任性的光榮 我們是跟有一些慈濟的委員的朋友 當然我們會受到他們的影響 也看他們的所作所為 也覺得說一個慈濟人 能夠這麼放下自己的心 為了大家的付出 慈濟人醫會1996年成立 串聯來自四面八方的醫護人員 讓缺乏醫療的地方 依舊充滿慈濟的大愛 以北區來講我們是 外圍的醫護人員比較多 我想大概七八成應該有 真正的凝聚力是來自上人 在社會各階層 其實很多人都是很愛上人 很崇敬上人 只是說他沒有那個姻緣 那仁衣會就是一個很好的姻緣 整聯的共享 從這裡發出進給全世界 這場新春團拜 除了了解慈濟醫療人文的前世今生 還順道參訪人文職業中心 大家收穫滿滿 不需此行 大愛新聞網以前簡言集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澳洲以及紐西蘭的慈濟之工 分別在會所舉辦了新春祝福 社區民眾踴躍參加 大愛幼兒中心幼兒班的小朋友表演 可愛又活潑 慈濟們的手語演繹 展現 人文氣質 受邀請來參加的市議員 也修了一段禁思語 祝福大家 像慈濟一樣 我們每天都會有好好的日子 每天都會有好好的日子 每年都會有好好的日子 華人過村節 布里斯本慈濟人 連續兩天邀約社區志工 學校家長 還有當地代表在會所團聚 不只是看表演 透過介紹 對慈濟也更加了解 我們忘了我們很幸運 我們不需要幫助 所以我們必須幫助別人 我們想教我們的兒子 我們必須給社群 並不是我們幸運 所以我們必須幫助別人 在墨爾本 慈少 慈青 慈青學長 共同呈現情形送 裏員們則是演繹心願 啟發人心 參與的民眾 人人也都拿到 上人的新春祝福 付會紅包 對新的一年充滿歡喜 給我們僑胞帶來一股 安定 祥和的力量 那同時也在我們辦事處的 急難救助的業務上 也都是讓慈濟這邊 長期的來幫忙 第一次帶寶寶來參加 新春祝福 然後今天姻緣也很特別 也為馬來西亞來的我們的家人 也陪著我們一起參與 所以感覺很溫馨 紐西蘭漢弥頓 有二十位分會志工前來祝園 協助籌辦新春祝福活動 展現莊嚴盜氣 有十多位社區朋友來參加 有許多人都是認識慈濟十多年 我已經參加了15年 我每次都會認識你 我每次都會認識你 當我看到你幫助人 在特區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好事要更多人 一起來成就 鼓勵慈濟人能夠多邀約 讓社區更加有愛 帶來新聞真善美之工綜合報導 接著關心天氣數據 北部殷石多雲 氣溫14-23度 降雨機率20-30% 中部晴石多雲 氣溫16-26度 降雨機率10% 南部氣溫18-31度 降雨機率10% 東半部 氣溫16-26度 降雨機率20-50% 離島 氣溫11-22度 降雨機率10%-70% 今天229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幸福隆中來 感恩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